既然你们又美又有预算 却时间有限 何不用来住真正的好酒店 没想到才在这江南远景房里赏过秋色 杭州今年的初雪就到了 在西湖边的林影路 西子湖四季与烟火都市若即若离 它有着常年居高不下的客房单价 有着连年稳拿黑珍珠三钻的金沙厅 还有着低调但极具实力的SPA 和连续八年心系慈善 却又仪式感拉满的圣诞点灯 只有真正的好酒店 才会让人想反复的回来 却不会觉得腻歪 先来说一下圣诞点灯 作为西子湖四季已经持续八年的保留项目 今年我也有幸参与了点灯的直播 当晚的门票和其余收入 都捐赠给了康奈馨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 这一举动体现的是四季酒店的一大精髓慈善 还记得多年在维多利亚的博物馆里 和去年在上海四季的告别一周的时候 我都看到过四十多年前 四季赞助癌症青年Terry Fox长跑的故事 而在杭州精心布置的舞台 巧妙设计的点灯 其实展现的是这家四季主办活动 筹划场地的深厚功力 而这一方面呢 往往是单次旅行时容易忽略掉的 如果你真的想体验到这家四季的选址之妙 那么我强烈建议尽量不要坐车 而是骑车 从酒店出门的骑车路线有很多 这次我走的是一条难度系数较高的爬坡路线 折返点设在九溪烟树 去时龙井路 一开始很惬意 秋风落叶 黄昏恋人 满眼都是浪漫 接着会路过大片的龙井茶园 然后呢 就是费力的爬坡路段了 此处省略一万子不表 回程走阳攻低 这条路相对来说就比较直了 而且游客会比较多 我居然还碰到全家一起出游的 这是得多有生活情趣啊 骑回到酒店 回到房间里 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好泡的浴缸 一个水压足的淋浴间 和一套好用的洗浴被品 是多么为度假酒店加分了 四季这种级别的酒店 就不只是给一个浴缸 而是真正的把泡澡所需要的一切 都准备好了 而且远景房的浴缸和阳台之间 又有着暧昧的互动感 妙啊 酒店的园林面积非常充裕 却只给到了不到80间客房 大酒店的配套 精品酒店的体量 更能保证客人的体验感和私密感 客房设计 说实话 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够出彩 但是很稳 是很舒服的那种稳 比如尽管房间是开放式格局 但是床的附近 采用了原木的半包裹式设计 又比如 四季传统的标配枕头是三件套 床垫也从来没有含糊过 又比如 尽管是度假酒店 但总裁标配的大办公桌 和舒适的皮椅 是一定要有的 难道 这就是精英的选择吗 所有以上的 都不是为了简单的拍照打卡而存在的 也不是简单的几句不走心的夸赞和摆拍 就能体现出精髓的 我说这家四季是真正的城中度假 还在于它的早餐标准时间就是开到11点 这在杭州是没几家酒店能做到 而且早餐的点心许多是金沙厅加持的 等于是吃早餐还顺便领了一张不用预约的金沙厅体验卡 早餐的核心要义就是食材和好吃 四季都做到了 再来细看一下 首先是餐区分类 规整 健康 而且每一类都有突出的C味产品 哪怕是蔬菜沙拉 都把你各种油各种醋配齐了 就算是简单的炒鸡蛋 咱也是黑松露版的 很多酒店不太重视的卖片 他家居然还写上了主厨推荐 此刻我有点后悔 为什么不先骑车再过来吃早餐了 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顶级酒店呢 它其实在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能延伸开去 单独成为章节 它永远关注于客人感官体验的愉悦 远胜过关注如何让客人为这次体验写一条好评 发一条朋友圈 它真正让人几乎忘却了价格 而留下了回忆 西子湖四季并不是给所有人准备的 但当你真的住过 你一定还会想再来